在众多花卉题材中 张大千偏爱荷花 并曾自述 乃笑八大为墨荷 笑石涛为山水 他的荷花隔心韵骨 着重强调荷花的物情 物理和物态 《冷香飞上诗句》 完成于1975年 彼时张大千演技佳剧 在环碧安静养 上款人西平先生 托友人上门拜访 求得此作 画面的构图疏密有致 出关画作 视线被右下角 一片怒放的荷叶所吸引 老辣狂野 浊然飘逸 浓淡变幻的荷叶间 演映着两朵相依相微 灿然盛放的白河 鸡侧错落 飘动浮沉 下方两只花苞 似是桥堡中被呵护的新生儿 含苞待放 夜好花成之后 画家将荷叶淡敷以花青 朦胧之间 颇有云破月来花弄影之意 初夏的荷塘 呈现一片水汽应运 盎然生机 吴冠中对树的情感和把握可谓深厚 从故乡的鲜鲜洋柳 到泰山的静松奇观 从夏目聪裕 到冬日萧索 树的彻越多姿 完美地展现了自然线条结构之美 也直观地印象出 吴冠中一生 所追求的形式美学 高树雪山 创作于1988年 在其纵向构图当中 流畅有力的线条 描摹出向上伸展的囚禁之干 直冲云霄 整幅画面充满了向上的张力 灵星跳跃的彩色斑点 似是雪花飞舞 又似树叶飘零 更使整个画面显得生机盎然 冬日的萧索好似被一扫而空 扑面而来的 竟是早春的生气与灵动 前景的浓重 与远景的淡然形成对比 灰色的线条 勾勒出绵延的层层山脉 风吹雪山 洞枝端的意境 一览无遗 该件作品 曾于1989年 在香港举办的 《无冠中万子千红》 展览上展出 并作为封面 刊登于出版物上 画家与藏家 对此件作品的真实程度 可见一般 原藏家于上世纪90年代 购置于香港万玉堂 并保留有笔石 购置发票与展览原框 欲显珍贵 李可染 双叶红于二月花 创作于1982年 彼时正值可染先生 晚年创作的巅峰时期 个人面貌鲜明突出 木桶与牛 更成为记笔下表现的主体 造型栩栩如生 格调清新淳朴 远景枫树树干的表现 囚禁有力 淡色干笔勾勒而成的树枝 和种墨树干形成了对比 浓淡有致 大小错落的点点株沙 渲染出浓浓的秋意 似有石桃笔下 秋风吹下 红雨来的美妙意境 木桶们神情轻松 于树下闲坐成梁 草帽散落 十分惬意 忽而默然回首 恰如其分地表达出 忽闻蟋蟀鸣 容易秋风起的情境 前景中的牛儿 一身慢条丝里 一只卧地酣睡 另一只牛犊在旁嬉戏 憨态可居 可染先生 以胶末占比 做粗线条勾勒 整体轮廓 淡末灰险牛身 人物肌肤施加朱石色调 浑然天去 恬尽温馨的秋日光景 悦然至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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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